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又到我们《月报》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讲七月 七月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 首先讲一下小慶 我們有很熟悉的面孔就是Michael 我們大灣區不動產研究院院長 Michael 你顧不顧著我 好 顧著你 何時回來 我抽到了 我下個星期 我22日回來 嘩 快點回來 到時我們就可以合體地去做 不然的話 我自己拿著PowerPoint 你那邊看著PowerPoint這樣做 我們看看邵慶 邵慶有什麼政策 消息 市很靜 上個月 其實上個月的話 整體市場上的一些政策 或者利好 其實在前幾個月它都已經釋放了 那麼剛好是7月份的時候 它有一個叫做半年度的一個GDP的 市場運營的一個情況 好的一方面的話 就是說整體的一個趙慶市的這個GDP 這半年的GDP是正增長的 增長了2.6% 而且它的也是千億級規模的一個市場 所以我們也是很期待 就是很期待這個趙慶接下來 下半年在經濟復甦這一塊 它會做哪些努力 因為地場它也算 也還是這個趙慶市的整體的一個叫做支柱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期待的 然後關於第二部分 我們就講講土地嘛 土地的話呢 它新增是供應了一宗 然後成交的是兩宗 當然都是我們並不是非常的熟悉的區域 是一些比較偏遠的鎮 我首先講到GDP那樣東西 我回應一下 其實GDP呢 肖慶呢 我看到它排名在這麼多個大灣區城市都不差 就是它其實是排在僅次於 就是排第五 就是好過中山好過廣州好過東莞 對 它是正增長的 正增長 正增長 但是當然就是看一下究竟它樓市方面 就是究竟有什麼刺激利好的消息 土地有一個成交 一個新增的供應和兩個成交 都是一些比較 就是比較偏 對 比較偏 它就是趙慶的西面 西北面 然後不是我們香港人 特別光註的核心的幾個區域 然後以那邊的地產市場的形態 也是以當地本地的這些 剛需的一些客戶為主 然後土地 那個土地是在 成交那個是在懷集 是吧 對 一個是在封開 一個是在懷集 嗯 封開和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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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開和懷集再上去是什麼地方 還是不是廣東站 懷集往上的話應該是清遠那一塊了 對 清遠那一塊 然後封開的話 往右邊走的話應該是往雲浮那一塊走了 哦 雲浮那邊了 OK 明白 好 那看下7月份小慶市的數據 好嗎 7月份的造型市場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供應式增加 那麼往前的話是略有黃比式下降 那個同比式上升了80% 那麼價格是有上升的 所以其實是我們這麼平方的話 應該是量價稍微有點漲 量價量價起漲 這一個整體的一個市場形態 那麼新增供應面積是28.72萬平米 供應同比上升了16.4% 供應黃比是增加了13.1% 那麼往前面積的話是同比是增加了80% 黃比是下降了13.2% 那麼往前的均價是差不多是6000 0.59萬 那麼它的往前的同比是下降了7.61% 但是黃比是上漲了那個1.25% 跟上個月比是越來越好 應該是這麼看 嗯 就是它其實供應多了 對 就是供應等於發展商肯拿東西出來買 對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我們上一個月講 就是上一個月的趙青的市場表現得非常好 這應該來講這一兩個月的表現都不錯 那麼正因為這個不錯的話呢 大家開發商手上有貨的時候 趁著市場越來越好的時候呢 趕緊就開始出了 而且其實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 它這個網線的價格呢 也還是有時候 在這個趁著上有微漲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它不是說是以價換量 而是說趁著市場好 他們現在來開始出了 慢慢轉好的這種情況 嗯 其實可以看到2020年到現在 啊 我們到這兩個月可以看到啊 你看6月份和7月份的這種成交量的 它的一個柱狀圖是相當的相當的不錯的啊 這一個這個月是成交是45.08 上一個月是52.49 所以呢其實是這兩個月的市場表現 還是說是比較嗯 比較穩中 就是量呢 它其實是還是總體的量還是比較高的 但它價格也是上去了 嗯 就是都叫做平穩上升了 對平穩 其實一向小慶的市場都是比較平穩的了 對 然後還有一個點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那個供求比啊 其實它的供求比 因為這一次的話供應有所增加 所以它的供求比是比上一個月稍微高了那麼一丟丟 現在是0.64的一個供求比其實還是供應求的一個狀態 嗯 然後呢 價格的一個指數氣候圖呢 其實是黃比是1.25 同比是同比是那個 應該是同比是1.25 那麼黃比是負的7.61 嗯 整體的那個7月份的住宅總價和面積的一個交叉分析結構來看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一段時間的市場的成交量呢 主要是基本上會集中在那些封開啊 懷疾啊 這些四會啊 這些它剛需的這些這些這些區域 所以它的一個面積段跟上一個一個月的面積段呢 它有所回落 主要是都是集中在60到60到70萬 那麼面積段是在70到140 140之間啊 那麼其實面積落差比較大 都是便宜 就是比較便宜價便宜總價的東西為主 對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我們2020年 趙慶到現在的一個庫存來講的話 其實庫存的一個區化 從原來的我們當時在4月份3月份的時候 講的那個二十幾個月 嚇死人的時候 到現在其實是到7月份的話 只有區化周期是17.4個月 市場的話 它都清得幾快喔 對 它清得幾快喔 對對 這兩個月的區化速度上升了 那麼它的那個庫存的那個區化周期 就是下來了 這是一個市場 對 我記得之前 700幾萬的平方的庫存 現在只有550萬而已 都跌得幾厲害喔 因為這兩個月的區化的情況 確實還是不錯的 還有那些發展商不拿東西出來買嘛 是 所以說懷橋城都起慢了啦 就是它本來打算每幾個月就有新一期出來 每幾個月就有新一期出來 現在它都賣樓賣慢了 它推幅就推慢了 是吧 一樣的嘛 然後7月份的一個住宅市場的網簽成交top10來看的話 其實是端州的光大錦秀商盒 它是在網簽的面積 網簽的套數和網簽金額都是7月份那個趙慶的top1 那它是不是集中網簽嘛 對它是之前是4月份的時候 它是集中供應了之後呢 這兩個月 因為它那段前幾個月 我們看它的賣的都是很一般 雖然也有上榜應該是在第五第六名的那個樣子 但是在7月份的話它是集中了一波網簽 而且它的價格是比周邊的價格更便宜 它是有一種降價跑量的一個情況 因為它這個盤本身本地人不是太認可的嘛 因為它本身這個盤是 類似打拔場那種 關於白市的場所來的改造的 所以很多本地人不認同 不過它減價 用減價用價錢來吸收 以價換量 然後這個是整體的一個趙慶市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看分區域來看 分區域來看的話 首先看頂湖 頂湖的話是這一個7月份是沒有供應的 那麼網簽是2.79萬平米 那麼基本上就稍微會同比都會同比和黃比都是下降的 但是它的往前均價是0.57萬 那麼它的黃比是上升了3.89%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看的一個我們叫量價的一個數據數據圖來講 從2020年到現在來看 其實這從頂湖這個區域 其實是從34567 我們說這幾個月它的成交量其實還是相對比較平穩的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柱狀圖 網簽的量它是相對比較平穩的 因為它畢竟是趙慶的老城區 大家都那種就是還是比較起穩 我們講老城區老城區起穩 是 是 都比較平穩少少 對 然後它的庫存的話也是急劇下降 從2020年我們監測到現在的話 那麼到7月份頂湖的庫存的話是29.15萬平米 那麼區化週期是10.2個月 也就是意味著接下來我們預判的話 就是8月份到9月份頂湖這一塊 那麼它的一個市場的形態是公平應求的一個形態 因為它的區化週期是遠低於市場的一個平均值 那麼其實它頂湖是沒有什麼盤買的 對 首先你看一下我們看Top10 頂湖裡面其實很多都是一些本地發展商或者本地的盤為主的 那麼那些規模也都沒有 但最大規模就是曼達 對 其實我們還是看旺達 如果旺達有貨供出來的話 那麼我估計它會趁著這波市場的話 可能會如果說能夠供應出來的話 這個是一個好事 但是就要看具體情況了 就要看具體情況 但曼達跟不上的工程進度 對 它要供應它也要工程進度跟上才可以 對 然後其實可以看Top10 你看海倫堡和岳父 我們之前可以看到其實它之前的一個成交量是差不多是在20到30 那麼這一個 那麼這個月的話是37套 那麼往前均價是0.52萬 0.52萬每平米 那麼往前的金額是2000萬 那麼還有一個樓盤是 其實看得到 基本上我們這個頂湖區的這個價格可能是5000多6000多 但是有一個盤叫做 有一個盤是叫做 濤匯的翠湖花園 翠湖灣花園 0.78萬 7800一平 對 7800一平的話 我後面我們去了解過 它這個是精裝 它是帶來精裝 對 因為其他盤 基本上都是毛坯 其實約 都是5000多6000多的都是毛坯 對 但是這個呢 就7800是精裝 對它是精裝 它是精裝 好 我就看下一個區 我們看一下那個端州 端州的話呢 它的 它這個7月份它是有供應啊 供應了2.25萬平米 然後供應跟同比 同比的話是去年去年的7月份呢 端州是沒有供應的 也就是說它同比的話 它是我們說的是0% 那麼黃比是下降了37.3% 它的供應就在減少 那麼往前的話就是就是比較厲害了 往前同比的話是上升了221.6% 那麼往前的黃比的話是11.6% 往前面積是也是11.6萬方 那麼往前的均價是0.71萬 那麼它的一個均價和那個均價的同比和黃比呢 都略有下降 那麼可能是一些低價旁在跑量 那麼導致了整一個這個端州區的這個價格呢 它會影響下降 我看那個top 就是看後面的top ten那個 嗯 只是一個光大感受三行 對 還有中糧一號軟 兩個都拉低了 它那裡平均都是在講一萬元一方 以前都要賣 對 是吧或者八九千 現在它兩個盤賣六七千 都已經拉低了 那個價 對 然後可以 然後繼續看我們2020年 到現在的月度往前供求量價數據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六月份和七月份的話 那麼端州的它這個市場成交量是相對 是比較叫做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是暴漲啊 真的是暴漲 其實可以看得到 六月份的話是10.4萬方 那麼七月份是11.6萬方 也就是意味著我們的整一個主要的核心區域 幾個頂湖啊 端州啊 新區啊 這些幾個核心區域的話 可能接下來端州接下來是會有強大的一個爆發力 嗯 因為其實端州都沒什麼貨 對 沒什麼盆 然後其實可以看庫存 你看庫存已經下降了 下來了 現在只有138.7萬方 區塊週期是23.5個月 之前的話是 之前去到了30多個月 嗯 其實現在呢 我覺得整個 整個樓市的生態都是這樣 等下我們再講一下中山珠海 其實我覺得都差不多 都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沒有 那些發展商不肯 就是不肯再拿 拿餘壽證去起樓或者成 所以供應是越來越少 好 嗯 講講Top10吧 Top10的話是剛剛的光大的景秀山河 我們就已經講過了一遍了 它是降價在跑量 然後還有那個中良一號院呢 我所了解的話 它其實是已經賣完了的 但是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沒有網簽的 以前 它要調價網簽 嗯 調價網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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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路要 要半年才調一次 所以它 就是 它 之前 不要再看網簽 然後 然後 這邊有一個樓盤 叫做 橫域海景這個項目 其實就是橫域城啊 就是橫域城 然後它是帶金裝 然後它是更靠近 趙慶學院和那個新湖的景區 我看它那個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一線 就可以看到那個湖景了 所以它這個價格會稍微貴一點 因為它幾個樓盤 基本上都在一起 但是它那個景光資源 確實是會比較好 所以它也是帶金裝 所以賣的是1.05 1萬左右 1萬左右 明白 好 然後 高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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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個月身家下去 高邀 高邀的話 我們下個月再講吧 因為高邀 它的一個 有個叫做高邀的 叫做 經歷高薪區那一塊 而且它 而且整個 接下來下個月 我們還會講它的一個 大廣州的一個概念 我們到時候下個月 下個月再講 高邀就下個月先講 那現在講 趙慶新區 趙慶新區 我們下部最關心的 少慶新區 講講講 好 趙慶新區的話 這一次的供應量是主力均 供應了20.87萬方 然後碗簽面積的話是2.01萬方 那麼碗簽的面積 銅比和黃比都是下降的 但是它的碗簽的均價是0.89萬美平米 那麼銅比和黃比都是上升的 而且尤其是黃比上升了24.8% 那麼也 對我們這麼要評判它這個量跌架升 它是一個 就是說市場的話是一個量跌架升的一個 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的主力的成交樓盤 可能是價格相對比較高的 那我們把這個價格整體的拉高了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柱狀圖 我們新區的話已經隔了差不多一年到兩年 沒有像這上一個月這麼集中放貨了 所以大家要 而且它的價格也是 價格也是往上走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更多的那個關注度放在這一塊 因為這裡有貨 首先知道這裡有貨 嗯 所以呢因為它這一個月有集中的一個供應出來的話 那麼它的那個庫存數據呢它是有所上升的 它的一個整體的庫存數據的話是86.52萬方 那麼庫存數據的話 區化週期就是上升去上升了 去到了四十幾個月了 就是突然之間多了很多貨 所以它的庫存就上升得很厲害了 對 因為二十萬方 然後它這一個月區化才兩萬多方 這裡的話的一個時間差 直接就拉了十個月出來了 嗯 二十萬方是大概多少間樓啊 二千間樓 兩千 兩千套房子左右 嗯 房是哪個盆呢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們到時候我們去後台再去查一下 這個我們去政府的後台再去查一下 到底是哪些樓房放貨 招雞 招雞華僑成也沒有新貨啊 都賣著舊貨 誰拿預售證呢 但是不是拿了 可能拿了預售證不拿出來賣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五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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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開發商拿了預售證之後 他五旁他並沒有拿出來賣 大家都沒有這個消息 是啊是啊 查查查誰拿了這二千套出來 嗯 然後七月份的我們的一個 完全Top10來看的話 是朝三一雲水案是No.1了 啊 因為我們我們V家也都 這陣子力推這個盤 對 對 我們這個是Top1 然後龍光的九一城是Top2 然後華僑城是Top3 基本上我們比較關注這個樓盤 基本上就是還是這個市場 在這個市場的情況之下 成交量還是OK的 說明我們V家的推 眼光不錯 客戶跟著我們買的話 應該是有著手 嗯 因為華僑城呢 坦白說他現在沒有什麼新貨 就是選來選去都是那些 所以那個銷量會有影響 嗯 他要拿一些新貨出來 才可能刺激到他新的成交 對 OK 今天就差不多了 廣少慶 我們下一集就講一下其他城市 下一集看看中山和珠海 OK 記得留意 我們這個報告在我們的APP 就可以下載的 大家就可以上我們的V家看 王奇APP Apps 另外也都留意我們的資訊 多點看一下我們的Like and Share 拜拜 拜拜 拜拜